天文 夏之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昨天大家注目的焦点在三个人的身上 这三个人是谁呢 何江中 徐姓胜跟范左宪 看看这三个人了 焦宝金额都上升了 最主要只有徐姓胜 还是照着原本的焦宝金额是25万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何江中的焦宝金额已经到了50万了 另外呢 范左宪 他也有到达40万的焦宝金额 这三个人的焦宝金额 其中有两个人加码 为什么会加码呢 这也代表说法官对这两个人 其实并不信任 可是呢 这三个人焦宝后 今天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了 因为陆军总司令李翔纽 他辞职了 他辞职成功了吗 国防部长延明未留了他 但是他为什么在红岸 还没有侦破的当下 却要辞职呢 其中有问题哦 因为这个问题 是否是五四二旅的问题太大了 这个问题大到连李翔纽 都没有办法承受 还是说呢 这政治的内斗之下 非要你李翔纽下台 我们今天都要来深度的剖析一下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你刚好 大家好 五四二旅退伍的弟兄X先生 你刚好 大家好 还有前陆军总司令胡振普 大家好 看看今天下午最劲爆的事情 居然是李翔纽陆军总司令 他要辞职了 这件事情的风暴 居然延烧到了高华处下台 现在连陆总司令都不想干了 这当然就是军中的内斗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 没来由的一个上将想要退伍呢 是啊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军中的内斗 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稿 国防部的新闻稿 现在拿在我的手上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上将 一个陆军司令 你不过也就是一个棋子 被国防部拿在手上 好了 可是各位一定会问 到底现在这个 请辞的过程是什么 不是请辞 是申请退伍 各位要知道请辞跟退伍不一样 请辞是说司令我不干了 那你可以去干别的啊 对不对 你可以干战略顧问啊 你可以去干什么随便啊 对不对 他连战略顧问都不干了 退伍就是 报备退伍了 我从此跟军中就划清界限了 可是他这种司令的年限 可以到105年 他才要借零退休 所以他现在要申请退伍啊 而且呢 现在也传出来一个消息啊 说他在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他还跟某位海军上将诉苦 结果呢 这位海军上将呢 吊着眼泪对他说 我们这些人 也不过就是军中的棋子啊 好 那么他这个申请退伍的程序是什么 他要先跟国防部长严明讲 等一下 参谋总长是海军上将 对啊 好 这个我们不多做 不做 OK 那他要请扩过 对不起 申请退伍的过程 他先跟国防部长严明讲 那严明一定是未留嘛 表面上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嘛 那严明完毕之后 他就要请示三军统权 当然就是请示马英左总统 那么马英左总统批还是不批 不批你要退也没那么容易啦 对 好 听完了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观众朋友想不想听一些台面上的东西 我这里就直接独家爆料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没来 这位来宾他曾经在前一阵子 国防部的某位将军级的将军告诉他 李翔纏这个事情 你们在节目中应该要狠狠地批一下 指的就是红仲秋事件 这是一位国防部的将军告诉了我们某位来宾 你应该在节目中批一下李翔纏 你闻到了内斗的意味没有啊 哎呀 好浓的味道 你想问为什么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 第一 阎明他是谁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吧 当然是高华柱的人啊 因为之前在后勤的时候 他跟着高华柱起来的 高华柱当初在2003年到2004年 当联勤司令部的司令的时候 那时候的参谋长是谁啊 阎明嘛 好 OK 所以高华柱上去之后 阎明你看他的官运是不是都非常顺遂 什么样的顺遂 平步清云 对 当初呢 他后来做过了空军的副司令 后来又做到了副参谋总长 对不对 可是呢 当时空军司令是谁 雷玉琦是不是出事 曲席士同作战嘛 对哦 那雷玉琦出事之后呢 谁就顶他位置 阎明嘛 对不对 然后阎明顶上去之后 后来没多久就做到参谋总长了 在做到参谋总长之后呢 大家去想想看 那他跟高华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以前这个幕僚的关系 后勤的部分 这个是他的幕僚 他当过他的参谋长嘛 所以等于就是高华柱的子弟兵 好 各位不要以为子弟兵的关系只有这一层 还有第二层啊 还有第二层 各位还记不记得 64岁就要退伍嘛 那延明后来当上参谋总长的话 你64岁就要退伍 他好像还有一年 没有 他就得在今年要退伍了啦 就今年年底哦 那如果就要退伍的话 结果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套啊 怎么解套 就延明条款啊 我们在立法院推动 参谋总长的任期可以延任啊 不受64岁的限制啊 好 结果呢 偏偏就是过不了 谁从中作梗 谁 有人就怀疑 不就是你 哦 是他哦 为什么 因为下届参谋总长任何人选是你啊 那现在延明没有办法在立法院 因他的这个延明条款 能够获得延任的话 那一直被阻挠 那怀疑是不是就是你 心结就越来越深啦 好了 那心结越来越深的情况下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等着看你会不会出事啊 结果你刚好就洪宗秋的事情就出事啦 出事之后就兜到我刚讲了 国防部就有将军级的人 跟我们某位来宾讲 你们在节目中 应该好好披理享受啊 好 然后呢 又扯到最后呢 现在他不想干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看看 如果刚刚这个故事 全部联系起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洪宗秋事件当初 高华祖是不在国内的 结果高华祖下台 那他会不会很哦 那当时谁在国内 杨念祖 结果杨念祖反而没事 杨念祖反而变成部长 那这时候 如果幕后有一个黑手 在控制这件事情的 军中内斗事情的时候 那当然要是要 先把杨念祖拉下来 没错 杨念祖拉下完毕之后 再把你拉下来 那接下来 这军中的派系不就 八贤王的天下了 一派独大了吗 哎呀 真的是哎 看看昨天我们讲到的八贤王 八贤王还真厉害呀 表面上呢 是和蔼可亲 背地里呢 可是下毒手吗 这是个问号哦 但是李祥宗的辞职 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 还真是有点吊诡呢 看看国防部 下午开的记者会说 哦 我们雨未流了 有话啊 这其中真的有问题耶 的确是有问题 各位晓不晓得谁押了陆军总部的报告 就是阎明 阎明去洪家两次 李祥宗一次都没有去 到了最后是谁逼着李祥宗 你下命令 给五四二二六九 叫他们一干跟案情相关的人 到洪家去上乡 我也讲过 那个时候郝已知 他是反对的 好 他是反对的 从阎明跟李祥宗之间 那我必须我要讲 就是说阎明这一次动作是太明显 虽然这个人很多人跟我讲 他很忠厚 但是那我觉得动作太多 况且他动作多到了 连马赢九的耳光都敢打 我待会我提出证据 我这边那我讲的一件事 阎明那你听清楚 为什么军高检讲 徐姓正在里面扮演重要关键的角色 阎明 你叫夏富华做的调查报告里面 说视频会 徐姓正根本不知情 怎么 连长不知情 连长不知情 现在各位去比对一下 陆军总部 阐谋本部 跟军高检的诉状 跟调查报告 你拿来比一比 通通不一样 那这问题就很大了 对 问题就很大 所以我不是说那我针对阎明 反正因为我要准备告他了 尤其阎明那我劝你 最好赶快把罗兆和放掉 因为我已经跟他对赌了 他说根本没有死亡笔记 好 我说有 7月19号最后出现 我现在劝罗兆和你100万 那我100万 我们两个都100万 我会找两个证人来证实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一个堂堂军事发言人 一天到晚在那边说谎 除了说谎以外还帮你闯祸 如果罗兆和的话能够吃 如果罗兆和的话能够信 死都能够吃 简直是叫标点 一天到晚说要告我 结果就跟闹总一样 到了今天都不敢告我 好 我现在呢 我讲阎明的故事 这个是证据啊 是你军报 我特别买了一份 阎明讲定调红案三点号 要不要 那我念一下 以招公信 他说红案 照应于为依法行政 归扯 阎明 你看看总统 看看总统讲的叫做违法乱权了 你说为依法行政 你是不是想要帮这几个上市 副旅长 旅长开拓 不 那你上任的第一天 那你召开联兵旅 旅长 政战主管管的会议 你居然这样公开的讲 我看你头脑大概是坏掉了 这种新闻你也敢发布 第二个 禁闭式管理不当 马英九说什么 军中人权要维护 你说禁闭式管理不当 哪一个人管理不当 那你说出来 你成果本部没有责任吗 好 第三个 马英九讲 林聂自始 他说是急救不当 我念个一段 严部长说 好 红案 照应于为依法行政 禁闭式管理 及人员急救不当 等三项重大尾师 严明你在鬼扯什么东西 是你们报纸自己刊登的 军事发言人 你看看 这是那你发的新闻稿 严部长 免坚定 你看这个文字都狗屁不通 什么叫做严部长 免坚定 改革决心大破大立 这个免是个罪字 所以军事发言人 你是一个混蛋嘛 好 讲到这件事 为依法行政 为依法行政 就没有违法乱权的问题哦 马英九讲的是违法乱权哦 那你讲的是 为依法行政 那他等于把马英九总统 直接打了一巴掌嘛 难不成你 你想要趁马英九出国的时候 你要搞那个其他小动作吗 是不是等马英九出国 你就把那个 那个李强奏给撤换掉 这是第一个 禁闭式管理不当 禁闭式管理不当 马英九怎么 你要顾及军中人权哦 这个已经跟你禁闭式 那两回是最重要的 他定调叫做急救不当 马英九讲 凌虐致死 请问一个部长 可以打三军最高统筛一个耳光 然后踹下李强奏 我有这种长官的话 我一定持官归隐 我有这种长官的话 我也恭祝这种长官 统领三军 有这种长官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敌人 所以言明 你跟罗绍和哈 两个都是 抗泻一气 如果你再这样子搞下去 会有第三次 白三军再上街头 让你下台 可是言明上了国防部长 现在李强奏却要请辞了 其原因为何呢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应该说是内斗吗 总不能说是 大家在平顺的行政流程中 走动吧 这看来 胡将军 您来帮忙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李强奏要辞职了 我想就我对李强奏的了解 他绝对不是一个恋战官位的人 那我想他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对李强奏来讲 他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委屈 事实上这一件事情 按照我们以前我们处理事情 这个第一时间如果处理好 绝对不会把这个事情演变到成为一个全国主务的一个国安事件 那也就是第一时间基层没有好好的处理 可能他们传递的讯息给李司令的可能都是错误的讯息 所以我研判就是一开始他们是用训练当中中中处送医急救 从这边来讲 所以一般来讲 你在总部这个层级来讲 接到这种讯息 那可能他们第一时间就认为下面报的是正确的 那后来这中间呢 延误了这个第一最有效的一个处理的时机 这个过了以后 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第一步错 后面全部错了 那今天李强奏 他这个这种这种事情 他讲也讲不出口 但是这个事情是在陆军发生的 对 就算是基层发生错误 他也要承担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外界一直不停地讲说军中在内斗 尤其是空军斗陆军 尤其是两言一礼 这种说法 其实我对他们三个人的了解 他们都不是这种喜欢斗的人 那当然今天来讲军中 你讲斗啊 我是绝对不接受 军中他是有良性的竞争是有的 就是每个人当军人 他都有一个企图心嘛 今天都希望往上 所以胡将军 您的解释是属于良性的一种竞争 良性的竞争 今天有缺出来了 那我在盘算啊 那这个缺 轮到我陆军 那我也会 我也会想 假如有机会 当人能干的 那当时最好 但是今天这个权 是在谁手上 是在总统手上 对 你只想没有用啊 总统任用人 是总统的权责 那今天总统选不选你 那根本 你根本是没办法去预判的 那今天 内斗说 让这个李世令 感觉到今天 好像大家都在尽足官位 事实上他不是 他不是这种人嘛 那今天来讲 这种 这种事来讲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对他来讲是一种误 所以 这个事可杀不可辱 是一种误会的